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拜登政府内部在一项对华政策上发生分歧 导致限制对华投资的计划被推迟 据悉分析发生在白宫核心国家安全和经济官员之间 前者认为应该限制美国银行投资中国公司 后者则对此表示反对 数月以来 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为首的安全官员 一直在鼓动拜登发布一项行政命令 以禁止美方对中国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的投资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拜登今日正式签署了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行政令 以增加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压力 这项行政令包括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和部分石油产品 液化天然气和煤炭 禁止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投资 禁止美国人资助或支持在俄罗斯投资能源公司等等 拜登表示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将对美国造成一定的成本 其油价格将进一步上涨 美国能源巨头翘牌公司于今日也宣布 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并关闭其在俄罗斯的加油站 航空燃料和其他业务 目前油价已经升至2008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 美国一月份贸易逆差扩大至创纪录的水准 反映出资本设备消费品以及原油进口额的增长 商务部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一月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扩大9.4% 达到897亿美元 一月份进口额增长1.2% 达到了创纪录的3141亿美元 出口减少了1.7% 降至2244亿美元 一月份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在内的工业 供应品进口额增加 当月原油价格出现30年来的最大同期涨幅 此后俄乌冲突推动油价进一步飙升 与此同时 由于企业继续补充 因需求强劲而减少的库存 商品进口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 当月商品贸易逆差扩大至1,089亿美元 创下记录的新高 服务贸易顺差萎缩至192亿美元 经通胀调整后 一月商品贸易逆差 从12月的1,117亿美元 扩大至1,181亿美元 拜登政府宣布 为大型卡车和公共汽车等重型车辆 推出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 并宣布提供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部署更多清洁交通和校车 拜登政府旨在加速公共交通汽车 校车和重型卡车使用清洁能源 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表示 政府将通过两党基建法 授权交通部为各州的和地方政府 购买美国制造的电动、公交汽车 和其他清洁能源车型 并通过美国救援法向18个州的 35个运输机构提供资金的支援 其次 环境保护署发布一项拟易规则 此举将在2031年将新出厂的重型车辆的 碳氧化物排放降低至90% 此外 交通部还将推进清洁港口的计划 由能源部推进未来清洁卡车创新计划 并要求总务管理局在2035年前 实现联邦采购车辆100%零排放的目标 总统拜登预计将于本周将签署一项 有关加密货币的行政命令 这将标志着政府向监管数位货币交易 迈出的第一步 该命令预计将指示包括财政部在内的 政府机构在制定数字货币政策 并要求监督美国金融体系稳定的 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研究非法融资问题 此外 这项行政命令还将指示相关机构 研究国家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 此举出台之际 拜登政府官员最近几周 对俄罗斯可能使用加密货币来逃避制裁 表示担忧 虽然美国官员淡化了俄罗斯 利用加密货币逃避制裁的可能性 但是它仍然令人担忧 加密货币是拜登政府寻求加强的几个领域之一 试图确保对俄罗斯的制裁产生最大的影响 美国两党参议员今日提出一项议案 阻止俄罗斯清算黄金以抵御严厉的制裁 阻止俄罗斯政府和寡头限制民主法案 The Stop Russian Government and Oligarchies from Limiting Democracy Acts 将对故意与俄罗斯央行持有的黄金进行交易 或运输黄金的美国实体实施二级制裁 这项议案将对任何有益与俄罗斯央行进行黄金交易 或在俄罗斯以实物或电子方式出售黄金的美国实体实施制裁 二级制裁是指制裁发起方在对目标方进行制裁的同时 限制第三国的公司或个人或目标方进行金融和贸易往来 并对违反规定的第三国公司或个人施加处罚的制裁行为 参议员表示俄罗斯联邦现在正在购买黄金以抵消卢布的贬值 然后在国际市场上出售黄金以换取高价值的货币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素食业巨头麦当劳今日宣布将暂时关闭起在俄罗斯的所有850家门店 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 麦当劳表示将继续向他们在俄罗斯的6.2万名员工支付工资 但麦当劳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肯普金斯基在制员工的公开信中表示 暂时关闭这些门店是正确的做法 麦当劳没有就何时重开这些门店给出时间表 该公司同时关闭了他们在乌克兰的100家门店 并继续向员工支付工资 此举可能会给麦当劳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 2021年麦当劳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门店 贡献了其年收入的9%约合20亿美元 麦当劳拥有在俄罗斯84%的门店 而肯德基、毕胜克和汉堡王等 在该国的门店都有特许经营商的拥有 埃勒·马斯克今日要求法官终止2018年 其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的一项协议 马斯克表示该协议被SEC用于践踏第一修正案 赋予他的权利并事先限制他的言论 同时马斯克还要求法官阻止SEC发出的传票 2018年马斯克通过推特发布了 有关特斯拉私有话的消息 SEC随后表示 马斯克发布了错误和具有误导性的声明 违反了证券法 随即特斯拉、马斯克和SEC达成了和解 除了罚款卸任特斯拉董事长 根据和解协定 特斯拉还承诺对马斯克的推特帖子 和其他有关公司的通讯进行监督 马斯克今日在一份法庭宣示书中表示 他当时被迫签署了和解协议 因为SEC持续不断的监管压力 以及政府对他的控诉带来的附带后果 将危及特斯拉的融资能力 代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 露天纳纽约市首席技术官弗雷瑟 纽约市警局负责反恐与情报的副局长米勒 以及市主记长兰德等官员联合召开记者会 提醒纽约市面临的骇客威胁 官员们警告 俄罗斯很可能以网络攻击报复美国对其施加的制裁 官方的警告指出 介于纽约市是美国的经济引擎和金融中心 纽约人面临的来自俄罗斯的骇客威胁比其他的地方更高 官方提出了3S的安全框架 分别是保护你的账户 Secure your accounts 软件提升升级software updates 以及保持警惕 Stay vigilant 另外官方推荐了多重验证的登录方式 既除了密码还需要软体生成一个安全码 用短信发给用户 此外官方建议用户还应尽快将各种设备的系统升级到最新 并对任何可疑的资讯保持警惕 谷歌今日宣布将收购Mendant 旨在更好的保护其云计算服务客户 谷歌表示将向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网络安全公司 每股支付23美元 这使得这项交易的价值达到了大约54亿美元 交易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 如果最终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 这将是谷歌有史以来第二大的收购 仅次于其2012年的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的交易 谷歌的第三大收购案是在2014年 以32亿美元收购了智慧家居产品制造商Nest 收购完成后 Mendant将加入谷歌的云计算部门 谷歌云计算首席执行官表示 谷歌期待着Mendant加入谷歌云 以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安全运营套件和咨询服务 并说明客户解决他们最看重的安全挑战 昨日下午爱荷华州首府德梅音市的东部高中East High School 发生强击案 导致一名15岁男生死亡 至少有两名女孩受重伤 爱州首府迪蒙警察局于今日发布声明 警局接获好几通报案电话说校园发生枪案 夺人受伤 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即在当天下午2048分 抵达位于市中心的东部高中 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东高中的小园内 枪声来自过往车辆 目前东部高中已处于封锁的状态 枪击事件发生后 德梅音警方侦探执行了五项住宅搜查令和六项车辆搜查令 并追毁了六支枪支 据警方表示 六名年龄在14到17岁之间的德梅音居民 被控一项谋杀罪和两项谋杀未遂罪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 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